沒有說希望啦 但是我個人猜 應該川普會連任 連任可能對台灣比較有那個 有力吧 自己我沒有偏好哪一邊 但是我可能會 傾向川普吧 其實我沒有什麼好期待 因為我覺得真的不關我們的事 抗中國的言論那時候講了蠻多的 所以台灣人可能看到這一點 會覺得應該要 川普要繼續當選比較好 不然台灣又要被壓榨了 就是可能說 可能會比較幫台灣一些 然後去打壓中國 但其實美國沒有這麼的好 現在就是單純 只是不想要讓中國變成世界經濟大體 可以抵制那個中國 對我們那個 短戀革面 碎鍊化的這個趨勢 是在這個 川普上任之前 就已經出現 只不過是川普啟動的這個美中貿易戰 讓這樣趨勢 這個 加速 即便是民主黨執政 我認為說大概會是一個 供應鏈脫鉤 美中對抗的這種情況 大概是會持續的 那就是最近這兩年趨勢 其實因為台灣 特別是高科技產業 未接的一個獨特性 那反而是 美國 跟美國在去中化的過程 中國在去美化的過程 其實都有一些轉單 而且我國的這個產業呢 都因此而獲利 對抗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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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台美雙邊的斜電 現在即便是 還是共和黨主政 但是 好像目前這個跡象 也不是那麼明顯 那這邊要去促成 就是說兩國之間 可以簽訂 BTA或者是FTA的話 必須要用堆積木的方式 比如說像第一步 我們先去除一些 非關稅貿易障礙 你要跟美國洽遷的話 就是說 你希望美國把它的保護 把它的關稅 統統降到臉 那同樣的台灣也要降到臉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說 我們的農業的平均關稅 是15.9% 那所以說這個將來 比如說大量的美國農產品 扣關 那我們準備好了嗎 我們會否保護 我們會不會 作詞 我們在 conc標的時代 我們會不會